曾江金句的大智慧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孟子梁惠王夏 當我開心和過癮 也想益賣其他人 曾江好似你們這些 有近年紀的大叔 什麼才是最重要呢 最重要當然是開心和過癮 有得開心、過癮當然好 不過我不能因為自己開心、自己過癮 而令到別人不開心、不過癮 以前我只顧著自己開心、過癮 其他人怎麼想 我只顧著他 但是現在 我除了想自己開心、過癮 我還想別人也開心、過癮 不要以為我隨口說當秘笈 這番話背後的理念 是出自孟子一句名言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什麼不是讀 讀樂樂不如眾樂樂嗎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讀 看完這句話的意思 你就知道在哪裡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 獨自享受音樂所得到的快樂 不及得和大多數人一起享受音樂來得快樂 所以 樂樂第一個樂是音樂的樂 樂樂第二個樂是快樂的樂 這句話 比喻自己開心 不如大家一起開心 不正正是一個share的概念 和人分享 是一種高情操的表現 那隻心靈上的喜悅 不是那些不願意和人分享的人 可以理解到的 那 又撒錢落你們的袋子裡了 那些勇敢